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Cindy 今天這個影片呢 大家看到這個 有沒有覺得 欸 Cindy要改拍MOOKBANG了嗎 沒有 但今天剛好收到一個包裹 就是燒烤的部分 所以想說坐下來 烤個肉 小桌一下 然後跟大家聊個天 怎麼樣 如何 我沒有想到他會送一個烤盤過來 那今天這個肉的店家 我會把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如果你們有興趣想要吃的話 你知道 可以送到家裡 首先呢 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調一個燒皮 大家都知道 燒皮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一個酒類之一 對 這是上次Vanessa跟Crystal來我家之後 剩下來的 我家現在還有大概五六罐的燒酒吧 很可怕 對 燒酒的會醬 剩下的 然後呢 好熱喔這個 然後 燒酒 要怎麼做呢 就要這樣 讓他泡泡起來 perfecto 喔 so good 這個燒酒呢 是鳳梨口味的 蠻好喝的 太好了 好痛喔 今天呢 我在家裡宅了一整天 然後我睡到好像中午吧 中午才起來 心情感 心情感到非常的好 那我們現在煎這個澳洲的和牛 哈哈哈哈 你看一個人吃燒烤是有多爽 好 先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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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其實是母親節,但是因為我媽在台灣嘛,所以就沒有辦法一起過 但是我覺得呢,心意最重要 然後這次我們三姊妹決定是要一起買一個血壓機給我爸媽 會不會我收音都只有收到這個肉在滋滋的聲音啊 好好吃喔! Amazing! 我們繼續煎肉 今天影片其實想跟大家聊一下為什麼我會喜歡一個人住 很多人會就是私訊問我說覺得我很獨立啊 或是覺得我一個人在香港生活這件事情 他們覺得我很勇敢或什麼的 當然有很多因素會影響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原因可能還是跟個性有關係吧 喔!我媽打掉來了!今天是母親節,等一下喔 沒有,我剛好在拍片耶 沒有,我今天有一個烤爐在家,我今天在家自己煎和牛 我跟你講自己出去還是要非常小心喔 好的 拜拜 Love you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還是跟個性有關係吧 像我是一個 如果把我丟到一個很陌生的環境 其實我也是可以生存得很好的那種人 因為我是射手座嘛 當然不是說要用星座來 好像當藉口或什麼的 我覺得真的我是一個很愛好自由的人 我很不喜歡被限制 就我不喜歡人家跟我講說啊你要做什麼什麼什麼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你跟家人一起住的話 有跟家人一起住的好處 只是說兩個的差別在於 我可以更自由的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跟我想要過的生活 你們懂我意思嗎? 對 好好吃耶 像如果我在台灣的話 我媽就會說 為什麼你要花一整個週末都在看同一個劇 可是對我來說 就是如果我今天是存在在那個情境裡面 我就是很愛看金師傅 我就是很想看Crash Lending On You 那那個時候的我就會很不喜歡 別人來跟我講說我做這件事情是 就是很荒唐或是不對的 你懂我意思嗎? 至於講到最近在追的劇呢 我前陣子追完了鬼怪 然後我現在在追的有Hospital Playlist 我其實也開始追一些綜藝節目 像是韓國的Running Man 還有中國版的Running Man 因為我最近很喜歡那個 尤家I do 裡面的雨淇剛好有出演那個 中國版的跑男 然後我就覺得喔 他真的好可愛喔 你懂嗎? 因為我還有在追那個JYP 在日本辦的叫什麼 Nazi Project 還是什麼 對他就是日本版的 有點像之前的16 然後我覺得裡面有幾個也是超可愛 然後很會唱又很會跳 我覺得很棒 對 所以總之呢我最近就是一個 很像阿姨的心態 在看這些選秀節目 因為我 猛然間發現他們都才什麼 十五十六歲 我突然覺得自己 老到一個 不冷不冷 從我之前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就印象 感覺很深刻的 就是我自己變得更獨立了 就是一個人出來住之後 可能小時候父母都幫你處理好 因為你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事情 你需要自己 學會怎麼去處理它 例如說我在美國的時候 買車好了 那我就會知道說 我需要定期去保養我的車子 去測胎壓 去有那個 smoke test 就是 美國有一個規定說 你的排煙管 有沒有符合標準 或者是說 像保險 你的汽車 你的apartment 或者是 你的健康保險 那當然這個中間 當然會覺得很煩啊 或什麼的 但另一方面 我覺得其實蠻開心的 就會覺得 感覺自己能夠 做的事情又更多 又更像一個大人 這種感覺 其實我到美國念書回來 有很多 親戚啊 或是我媽媽的朋友 會找我 就是聊天 喝咖啡 就說他們也想把小孩送出國 可是很擔心啊 什麼什麼 就是我的回答 一貫都是 你一定要放手 你一定要把小孩送出去 讓他 就是在 那個環境裡面 逼著他一定要學會自己做事情 因為 爸爸媽媽不可能會幫你 你知道 顧你一輩子吧 不可能 所以 小孩子 一定要有那個機會 可以 學著自己去 照顧自己 這種感覺 我到高中的時候 就去住宿了嘛 然後 我 剛到 宿舍的時候 我連 不是我不會洗衣服 我也不會用電鍋 我真的什麼都不會 我就是從小 活得很好的一個小孩 慢慢的慢慢的 你就會學會很多生活 很基本的技能 大家一定不會想要 被人家講說什麼 喔 你就是一個爛草莓之類的 所以 這一點是我覺得 一個人出來住的好處之一 對 我現在感覺我臉有點紅了 你知道 我覺得那個燒酒的那個勁 已經快要上來了 等一下會不會有一個人最早在 啊算了啦我再加 所以也沒差 啊 perfect 那我再吃一塊 欸我沒有在家裡 自己一個人吃過烤肉耶 因為我一般吃飯其實都 蠻頹廢的 就是很懶得清理東西 所以就能夠一鍋到底 就一鍋到底 還是我真的有 潛力做一個吃播主啊 你們覺得呢 自己講 還有什麼呢 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很需要自己的空間的人 你一定懂那個 想要出來做的感覺吧 嗯 我之前可能也有在其他影片說過 其實我越長大 越變成一個 introvert 就是我沒有很喜歡 就是在一個很多人的環境裡面 就算我在一個很多人的環境裡面 我還是會想要坐那個 待在旁邊 看著大家玩樂的那個人 我很不喜歡變成 大家眼中的焦點 這也是為什麼我不喜歡辦生日Party的原因 因為我很怕大家幫我唱生日快樂歌 我很怕 大家就是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的那種感覺 雖然我拍YouTube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點不一樣 因為YouTube我就只是對著一個相機 跟你們講話啊 跟你們分享我的生活 可是 如果今天是所有人就是都看著我 我就會覺得很緊張 對 所以 總之我覺得我是一個很享受 自己一個人空間的人 那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很重要 是因為 其實 對我來說 無論是跟男朋友 或是跟家人 跟朋友 跟同事 只要是跟人有接觸 對我來說 我就會 沒有辦法完全的放鬆 一個人的話 我可以完全不用理會 別人在想什麼 我可以完全的 回到我自己 我想幹嘛就幹嘛 我今天想坐在那邊 完全不講話 我就可以一整天坐在那邊 都不要講話 如果我今天想要看劇 也沒有人可以阻止我 這應該可以吃了吧 我愛擠瓜 擠瓜愛我 對我來說 喝牛算什麼 越來越多的擠瓜 我現在有點茫了 不好意思喔 再來還有我覺得 蠻好的一件事就是 因為你自己的時間多了 所以你有機會可以去培養你的興趣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其實我最近愛上我手寫這件事情 自從我買了我的iPad 還有我的Apple Pencil之後 我就是很喜歡自己在那邊 寫一些有的沒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找到的一個 新的興趣 另外呢我也開始在學韓文 包含我有在上韓文的線上課程 還有看很多的K-drama跟K-pop 那最後呢其實我想要提的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 我覺得會訓練一個人變得更有責任感 好的我的肉好了 等我一下我先夾起來 不然它過老了 我就會對不起和牛 像我時候跟朋友聊天 我就會覺得 喔其實 其實有一點點 喔 Oh my god OK 回來了 我剛剛把我的盆子摔出了一個角 So sad 就以前我跟家人住的時候 我大可以不要去 思考很多東西 像是房租啦 水電費啊 什麼有什麼沒的 可是當你一個人住的時候 你就會 啊你有這些adult responsibility 你需要去記住你每個月要繳的帳單有哪一些 你需要去知道很多 我以前完全就是覺得 反正不是我的事情的那種事情 就是我會發現 我開始思考一些 喔 我要繳房租了 或者是 我要存錢 或是我要什麼 你會不知不覺的 被逼著成為一個大人 然後對自己負責 這種東西我覺得是在無形裡面慢慢培養的 你懂嗎 其實我大概從高中開始就住校 所以 我沒有跟家裡住已經 123 4 5 6 7 8 算大概9年了吧 其實還蠻久的耶 我自己認為我是一個在外面可以生存的很好的人 然後我也很享受自己在外面住的這個感覺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今年初的時候我會 就是這麼想要回香港的原因 我真的不是說在家裡不好 但就是一種 蠻特別的感覺吧 自己出來住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有機會可以出來自己住 不管是可能大學出租 或是你要出國念書 或者是有到國外工作的機會 我其實都蠻推薦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當然就是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但很多人可能會擔心說 如果自己一個人住是不是很孤單啊或什麼的 如果你有朋友的話我倒是覺得就沒有什麼差 因為你還是可以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飯啊什麼 只是回到家裡有自己的空間這樣子而已 oh by the way 我現在今天煮五花 有沒有這種回到韓國的感覺 嗯你們聞不到但是我聞得到所以我覺得有 看豬五花加上燒皮 哇這個五花肉感覺好香喔 傻眼 啊啊啊啊啊 oh my god 很快 喔 好的有點飽 我這邊應該先吃完再講話 有夠隨性的 各位 然後我最近在追一個劇啊 叫做The Victim's Game 是張孝全跟徐衛寧 還有是林心如嗎 林心如演的 這是在Netflix上面一個新的台灣的劇 我覺得很棒耶 好想趕快去旅行喔 我真的好想去韓國 好想去日本 好想去美國 哪裡都想去 真的是很謝謝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不管是你在哪個國家都是 我之前看到美國有一些人就是 就是在抗議那個social distancing 我能夠理解說 他們的business可能會受到影響 可是我真的不能理解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他們的說法是 其實coronavirus沒有這麼嚴重 是不是真的沒有到你的身上 就你不會知道他有多可怕 我覺得有很多人真的是冒著生命的危險 在第一線跟這個病毒去作戰 怎麼會在美國的疫情還沒有降下來的時候 說出你們這都是騙人的 其實沒有那麼可怕 要解除封鎖什麼什麼的 有時候我會覺得 哇這對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他們心應該有多寒啊 Anyway 大概是這樣子了 我覺得我今天吃的應該差不多 然後喝的也差不多 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覺得自己一個人住的好處 好像沒有講到什麼太壞的地方 對大部分是好處啦 大概就這樣子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吧 掰掰